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衰弱失能跟失智 应该是大家在年纪渐长之后 最不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两件事 我是王培宁 目前服务于国立阳明大学医学系 跟台北隆重 失智治疗级研究中心 衰弱跟失智 一直是我这几年的一个研究的中心 今天这整个论坛的主题在于无灵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为什么想要无灵呢 无灵有心理上的 有生理上的 有脑力上的 还是大家真的只想看到数字上面的一个无灵 相信大家其实都很希望 就是说当你老了之后 当你跟你的女儿或是儿子 站在一起的时候 人家说你们好像姐妹哦 你们好像姐弟哦 或是你们就像兄弟一样 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如果今天是那个二十几岁的女儿 被其他人说 你看起来跟你妈妈 好像年龄差不多耶 这个无灵的感觉不晓得 不晓得是什么 可是我确实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每次跟我妈妈出去那个购物的时候 好像店员就跟我说 你要跟你妈妈学 要开始保养 保养了 所以其实这个无灵的问题呢 其实并不是老了之后才开始的 其实任何一个岁数的人都希望能够做到 无灵的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地害怕年龄增长的这件事情呢 真的只是因为这个数字不断地在往上升 造成你的心跳也不断地似乎在那个加快吗 事实上大家想一想 孔子说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大家以前会觉得 啊 五十叫知天命了 我好像似乎 就那个人生似乎到了某一个阶段了 我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友人 尤其是女性朋友 到四十岁的时候都会赫兰感慨 我居然已经到了四十岁了 可是呢 如果说你今天是八十岁 九十岁 甚至活到一百岁 你还会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数字 对你来说 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惧的事情嘛 可能不见得 有人甚至还觉得说 啊 我怎么这么幸运 我怎么这么厉害 可以活到八十岁 可以活到九十岁 可以活到一百岁 还这么地健康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看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对年龄的一个期待跟害怕 我们最主要是在怕什么 很多是在怕外观上面的一个改变 你的毛发渐渐地苍白了 你的纵纹出来了 你的鱼尾纹出来了 眼角下垂了 法令纹出来了 这是你害怕的事情 你真正害怕的其实并不是那个数字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害怕 你的背驼了 你的脚开始无地了 最后恐怕 你没有办法自由安全地走路了 这是你最怕的两件事情 今天如果说 今天虽然你年龄的数字 还在不断地往上升 可是你的外表看起来 还能够像这两位一样的话 不知道大家的感觉 你还会那么地害怕那个年龄的往上增加 所以事实上 我们害怕的并不是那个数字 而是这个数字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在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看待老这件事情 它并不是真的在年龄上的一个数字上面的这件事 事实上我们害怕的是它对生理上造成的影响 它对心理上造成的影响 在功能上面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我才会一开始的时候说 衰落失能跟失智这两件事情 恐怕是大家在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 最不想最不愿意发生在自己 或是家人身上的两件事情 因为这两件事情让你觉得你真的是老了 你不再是一个可以独立自主生活的一个人 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老化的这个年代里面 我们其实最想要研究的两件事情 一个是为什么造成了失能 一个是为什么造成了失智 失智跟失能中间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相关性在里面 我们是不是同时可以来预防失能 也预防失智 这两个中间是不是有它一定的一个关联性在里面呢 所以在这几年 在阳明高龄与健康研究中心 还有脑科学研究中心 以及台北龙种的高龄医学中心跟神经内科 其实就合作做了这方面的研究 去来看看这个身体跟大脑中间的一个互动之所在 那在大约七八年前的时候 第一个所做的是在那个宜兰 但是以原山香为基础所做的一个长期追踪的一个研究 追踪了原山香50岁以上1700多人 将近1800人的一个大研究 最主要我们就是想要来看衰落 失智跟畸少症 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其实在那个时候大家大概都知道 你会看到一个失智的病人 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只是记忆力不好 还可以到处爬爬灶 所以失智的病人一天到晚都在抱失踪人口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 他们的行动能力还很好 只是脑子坏掉 可是终究当他们退化到中度或是重度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的行动的机能也慢慢地开始衰退 可是衰落的人呢 他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以畸少症来表现 你开始爬楼梯会喘的 你开始觉得从椅子上要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吃力了 你开始觉得体重物的时候有点力不从心了 走路比较慢了 当你发生这些的时候 你的脑子有受到影响吗 还是只是你的肌肉上面受到的影响 还是只是你手脚的神经受到了一些退化的影响 事实上你脑子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 在你这个肌肉慢慢地退化 你整个的身体上面的衰落 我心理上的衰落发生的时候 你的大脑产生了变化了吗 还是是你的大脑的变化其实去造成的 你这些以无力走路慢所产现出来的一些症状呢 我们将这些人他们的大脑做了非常完整的一个核磁共振的扫描 结果我们发现真的 这群衰落的人 他们虽然都还没有失智症 他们的认知功能基本上来说 还属于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 可是我们就已经看到他的大脑 跟完全没有衰落的人来相比的话 他的大脑我们已经看到他在开始退化了 我们看到他们大脑的退化在哪些位置上面呢 他虽然跟一般的失智症看到的位置并不完全一样 可是我们非常有趣地发现 衰落的病人在大脑上面 他的萎缩的部位 包含了管协调 管速度的小脑 跟我管记忆力的海马回 还有管情绪跟行为控制的额叶 这三个部位的大脑在衰落 或者是衰落前期 还没有到衰落的程度的民众 我们就已经看到他大脑产生的那个变化了 大家知道小脑是一个掌管平衡的一个地方 事实上他所掌管的平衡跟协调并不只有运动上面的 它还有非常多是认知上面的一些协调性上面的问题 所有比较复杂的一些认知 需要速度的一些认知 其实都有小脑的身影在里面 海马回也是大家其实非常熟知 它就是跟阿兹海默症非常相关 是一个管近期记忆的一个地方 那额叶就是一个管人格行为跟情绪方面的地方 所以它确实通通都受到影响的 这一群人在认知功能上面的表现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们在这一群 我们已经看到他进入了衰落前期或是衰落 可是他却自觉 我没有任何认知功能衰退 我的日常生活功能还一切都非常正常的这群人 我们真的去帮他做了一个认知功能测试 结果发现 他的认知功能 其实从衰落前期开始 跟正常人比就是在衰退了 所以你身体上的衰退 你记忆力上的衰退 你走路变慢 这些其实都已经开始在影响你的大脑了 所以我们如果看衰落对认知异常危险性的一个增加的话 如果正常人产生认知功能异常的危险性是一 你进到了衰落前期这个阶段 还没有真的到你走不动 你认知功能异常的危险性就增加到了两倍 如果你真的已经开始衰落 就算你觉得我目前我的脑子似乎还可以 事实上真的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 他认知异常的危险性的比例就高达了六倍 所以千万不要想 我只是一个身体上的衰落而已 我的大脑的智力还没有受到影响 它绝对对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 身体跟大脑中间是会有互动的 失智的危险因子跟衰落的危险因子 有很多是类似的 像是三高 忧郁症 这些都是同时会造成失智跟衰落的一些原因 当它随着年龄渐长之后 这些危险因子对你的身体跟对你的大脑的影响 也是慢慢慢慢地增加 所以它开始慢慢地进展到 所谓的轻度认知障碍跟衰落前期的阶段 如果到这个时候你都还没有警觉性 我要好好地开始改变我的生活形态 不管是你的运动 不管是你的脑力 还是你的营养方面去做一些调整的话 你最终就是会进展到失智又衰落失能的一个程度 所以这两个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相关性 一个连结在里面的 做完这个研究 研究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对大家有帮忙 我们并不是只想看到大脑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可以经由什么样的方法 来做逆转胜的这件事情呢 你说可以逆转吗 大家好像都觉得失智 到了失智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可是它前面呢 它前面还有轻度认知障碍 衰落是一个绝对可以想办法逆转的一个身体状况 所以我们靠什么样子的一些努力 可以来做到逆转胜的这件事情呢 还是要跟大家说老生常谈的这件事情 运动 可是运动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以前在单单谈失智的时候 我们可能只提有氧运动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提到衰落 我们今天如果要从衰落的这个角度 来去预防失智的话 主力运动是绝对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运动 所以当你想要做运动的时候 你既想要预防衰落 又想要预防失智 最好的方法就是结合有氧跟主力运动 这两件事情 同时把它结合起来 你说只要运动就好了吗 我的脑子不需要动吗 其实光是运动的本身 你在动你的手脚的时候 你的脑子就在拼命地想办法下达之力 维持各个肢体的一个协调 当然如果你可以做到结合动脑 又动身体的运动 绝对是最好的 这种运动有那么难吗 其实没有 像跳舞就是一个最简单最简单 又动脑又动到身体的一个活动 甚至其实像中国人常做的太极拳也是一样的 凡是你要去记招式的 你要去记五步的 你要去了解这个运动 它现在你做的这个动作 它主要是要训练你的哪个部分 下一个步骤你要做些什么 这些都是一些既动到你的身体 又动到你的脑的运动 所以动身体加上动脑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你可以在你的运动当中 在生活当中做一些小小的改变 这些事情其实就做到了 最后我以澳大利赫本的这张图作为结束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它 认识它的应该现在在做防老的 在做那个抗老的这件事情 还不认识它的可能还在防老的那个阶段 可是澳大利赫本是我们其实常常在讲说 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优雅的老化 成功的老化的一个象征 在澳大利赫本的脸上 你还是看得到智慧的痕迹 它的优雅 却还是表现在它的体能上面 今天希望以这个议题 动脑加上运动预防衰落防湿质 来大家一起勉励 做到一个无灵世代的产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